在2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称 韩国副外长表示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望在今年内或明年初举行 就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重视中日韩合作 加强三国合作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 中日韩是禁令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加强三国合作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 中方重视中日韩合作 积极支持韩国担任三国合作的主席国 目前三方正就举行三国合作的系列高级别会议进行沟通